工廠外面堆滿殘骸棉 工廠9月22號發生爆炸被勒令停工 廠區拆除作業持續進行當中 建築外面還有明顯照黑痕跡 這起爆炸案導致4名消防員殉職 6名員工死亡 113人受傷 其中有11人還在住院 部分傷患也因此罹患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 對於發生這件事情 我確實是非常的難過 也感到非常的抱歉 再次對大家說聲抱歉 至今過了24天基於偵查不公開 火掉結果還是沒出爐 外界質疑明陽工廠當下 超量儲存30倍的有機過氧化物 很可能就是發生大爆炸的主要因素 我們也會投入高額的經費 來設置更高規格的公安設備 確保這一些儲存設備是安全的 是否因為超量儲存以防爆炸 還有待司法調查 不過針對零損賠償等費用 已經支付2530萬元 在罹患者部分 包含4位消防員以及6位員工 公司都有發放每人30萬元的慰問金 公司也已經先給付6位罹患者員工 每人45個月上帳費用跟工資補償 明陽承諾會按月支付員工薪資 直到12月31日 同時也啟動員工去留調查 強調會尊重意願協助轉介 進行文工評論